北屯區的慈濟職工張聰娥 日前車禍受傷 法親的關懷第一時間就感到 禁鈴不如法親 這樣的法親關懷 正言上人很讚嘆 東大園區六月份改建 從整地搬出連鎖磚 整理花草 大家全心投入 所以我現在每天就用愛 感人的心來中大園丁 正言上人也提到 六月在台中舉辦的祈福音樂會 大家心系國際災民付出愛心 共同未來一件事來付出 要來幫助這一群 在現在苦難中的 上人期許大家心中不要有仇恨 珍惜自己的幸福 把愛分享出去 大愛新聞 江英俊李月維 台中報導